今天的內務委員會繼續進行一個主席的選舉 大家應該明白了 在郭榮鏗議員的霸池底下 主席應該會繼續爛產 但是除了議事規則的爭論之外 今天更加會就著病毒的名稱 即是2019冠狀病毒 或是新冠狀病毒被反對派的攬炒派 妖魔化成為武漢肺炎 他的用意做出一個爭斷 有四位議員入了一封信 是講關於武漢肺炎 武漢肺炎的疫情 其實我們的理據非常簡單 就是世衛為何會命名為新冠狀病毒 即是2019冠狀病毒 它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於不希望社會上 對於某個地域的人士作出一些歧視 我們必須找一個名字 並不提供一個地區 一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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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三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西班牙流感 西班牙流感其實起源 並不是西班牙 但是西班牙就背了這隻鑊 第二就是中東非典 中東非典在它命名的時候 其實世衛都覺得會出現地位歧視 不過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我們未能夠證明它 所以變成他們中東 都背到今天 香港人都問中東而識別 第三個就是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其實是源自於非洲的其中一條行 叫伊波拉之行 到今天為止 當地居住的居民都不敢說自己來自伊波拉之河附近的區域 某個程度上 即是這條已經成為瘟疫之河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使用武漢肺炎的話 其實對於武漢這隻新冠狀病毒 可能會形成一種地位的歧視 當然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證據顯示 它究竟是否真正來自於武漢 都有不同的科學數據 然而我們在世衛正式命名之後 其實社會上應該將這件事 引導擺在最先的地位之上 在立法會議員 我作為主持人 我認為這個病情 我會稱之為武漢肺炎 這是沒有問題的 繼續容許人稱這病毒成為武漢肺炎 其實他們帶有一個政治的目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 這個不單是政治上路 簡直是選舉上路 威求贏了這個議席都不擇手段 我們看回一些新聞 其實有兩份部長 我粗糧地看一看 例如01或是東方 他已經不再使用武漢肺炎 使用新冠病毒的消息 但蘋果繼續使用武漢肺炎 我相信蘋果和攬炒派 反對派 其實大家已經劃成一個等候 我相信市民自然會知道 為何會繼續染磨化這個新冠肺炎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們想令香港市民 與內地產生會疏離感 甚至歧視內地人民 這件事其實在印度方面 都不能夠值得推訴 所以香港市民真的要想一下 讓這些政治上腦的人 繼續代表香港人 是否一個精明的選擇 而香港的精神 是否要加上一種 叫做 在別人鄉 別人傷口上 灑炎的這種精神 成為我們香港人的代表 香港市民真的要想一下 做什麼 然後呢 我們來看我們 那 吃了 吃 感谢观看